姓马的 你都听到了吧 东哥是站我一边的 想打回杨丹的主意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罗满江很是得意的叫嚣道 马九峰顿时一阵无语 滚滚滚 我有说过要抢你回杨丹的生意吗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我马九峰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 难道远这点规矩都不懂吗 罗满江愕然 难道你不是为了抢我回杨丹生意 才来找东哥的吗 马九峰不由 翻了的白眼 不耐烦地道 当然不是 就你卖那撞杨药 哼 马九峰一脸不屑 刚要说些什么 却听罗满江提醒道 别忘了 我那回杨丹可是东哥练的 效果确实杠杠低 马九峰赶忙改口 竖起了大拇指 罗满江一阵幸灾乐祸 不禁窃笑 能够看到马九峰认怂 罗满江简直比谁都高兴 陈东也是被马九峰中途改口的样子 弄得哭笑不得 好吧 既然你不是为了回杨丹的生意而来 那你今天又是有什么目的呀 马九峰善笑一声 满脸笑一地道 是这样的 陈老弟 你看你都给罗胖子弄了回杨丹这么好的生意 你能不能想办法 也给我找点生财的门道啊 你 陈东略感意外 不是吧马爷 小罗是无路可走了 才跟着我卖撞羊药的 你在淮城的底子可要比小罗厚个多呀 按道理说 发财的门道你是肯定不缺的呀 有必要看上我这二两鸡脖子肉吗 在陈东的印象里 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马九峰那是能跟弹心虎掰手腕的人 罗满江毕竟是外来的 在淮城也就只有地下擂台那一个场子而已 跟占据了淮城地下产业半壁江山的马九峰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罗满江无路可走想创业情有可原 现在连马九峰都要向自己讨生活 这让陈东很是不能理解 马九峰却是一脸无奈 陈老弟你有所不知啊 我们这些人表面看上去风光 可实际上我们的日子也都不好过呀 你是不知道这些年来 淮城这边的各种资源都被那两位元老把持 我们这些人想要拿到好的资源 就必须要经过那两位的手 那两位心情好点 兴许还能分点肉渣给我们吃 要是心情不好了 那我们就连汤都可能喝不上了 一旁的罗满江跟着连连点头 很显然他对此也是深有体会 听了马九峰的这番话 陈东终于恍然 对于马九峰 他们的处境也算是有了一定的了解 不过那两大元老位高权重 有权有势有人脉 能够掌握好的资源 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 只要合乎法理 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人家两家独大 也的确没什么好说的 马九峰又接着说道 所以陈老弟 我这次真的是真心实意的 想找你帮忙啊 你要是真有什么 更回羊蛋那种的生才知道 希望能介绍给我呀 你放心 等生意做成了 我一定给陈老弟你分红 而且还是让你拿大头 你看怎么样 说实话 马九峰这次 也的确是有些急红眼了 最近他生意接连失败 没办法 上次本来想靠着点工丁远治病 拍拍公家的马屁 结果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导致马九峰根本就拿不到好的资源 生意失败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恰好他昨天从别人那里听说了 罗满江在淮城妇人圈子里 贩卖回羊丹的事情 当时就是好一阵羡慕嫉妒恨 一颗丹药竟然卖到了一百万的天价 而且还供不应求 据说 现在有人已经出价到三百万 想要求一颗回羊丹 结果都买不到 如此火爆的生意 简直是世间难求啊 以马九峰对罗满江的了解 自然知道罗胖子自己是肯定没本事 练出什么超级伟歌的 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陈东 所以马九峰今天才会过来 想要求陈东给他指点迷津 听了马九峰的请求 陈东陷入了沉思 罗满江却是对马九峰的话嗤之以鼻 就你还想让东哥给你生才知道呢 你当我这回羊丹的生意是大白菜 遍地都是啊 马大哥 你还是醒醒吧你 几天就能赚上千万的生意 要真那么好找岂不是人人都发财了 还真是可笑啊 罗满江苦笑摇头 暗骂马九峰一响天开 只是还没等罗满江高兴起来 去听陈东缓缓开口道 我这里倒是真有个项目 或许马爷可以试试 真的吗 马九峰眼前一亮 赶忙追问 是什么项目 陈老弟你说来听听 罗满江也竖起了耳朵 满脸的期待 陈东道 我这里有一个酿酒的方子 名叫养元酒 这个养元酒 乃是在普通的白酒里 加入了中药的成分 属于药酒 药酒 马九峰微微皱眉 可现在市面上 已经有不少药酒了呀 陈东淡淡一笑 你说那种药酒 最多也就只是在里面装了点人参路容什么的大杂烩而已 充其量也就只是打着个药酒的旗号 收割韭菜而已 只怕没一个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药酒的 不过我这个养元酒就不一样了 这养元酒不仅酒香四溢 味道纯正 而且还有真正的治病作用 普通的感冒 疼痛 体虚之类的病症 半瓶养元酒下肚 就能立刻见效 长期饮用 不仅不会对身体有害 而且还能够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这 才是真正的药酒 此话一出 马九峰顿时眼前一亮 喝酒能治病 还能强身健体 如果真有这么奇特的功效 那这只养元酒 绝对不愁销禄啊 最关键的是 这养元酒要是做好了 市场绝对不仅仅局限于淮城这一云三分地儿 到那时候 他也就不需要看那两位元老的脸色过活了 没有两位元老的资源 他照样能把养元酒卖到全国 马九峰激动地直搓手 看来今天这一趟 还真是没有白来啊 一旁罗满江听到陈东的讲述 顿时有些傻了眼 他本来还幸灾乐祸地等着看马九峰白跑一趟的 却没想到 自家东哥上来就给马九峰想了一个项目来 感情之声才知道 在自家东哥这里 还真就跟大白菜一样 随随便便就能想得出来啊 最关键的是 东哥给马九峰想的这个项目 一听就是很厉害的样子 养元酒 养元酒 听起来就是十分高大上的样子 相比起来 自己的回洋单就差了不少 马九峰这生意以后做大了 那好歹也是酒厂厂长 可自己呢 外边现在都在传 淮城道上的血罗汉 现在已经转行 不再搞什么地下擂台 而是开始卖壮阳药了 而且药效贼好 甚至 那些王八蛋还不吝一美之词 赐予了罗满江一个壮阳一哥的绰号 这特么 这要是真让马九峰的酒厂做大了 那他罗满江以后 在这个老马面前 怕是永远也被想抬起头来了呀 罗满江赶忙道 这个养元酒 虽然听上去不错 可前期肯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而且还耗费不少精力 老马你平时还要管理那么大一个白马会 肯定没时间管酒厂的事 我看要不这样吧 我就发扬一下风格 把我之前好不容易打下的回洋单的市场 交给老马你来做 至于养元酒的重担 就交给我来扛好了 你觉得咋样 罗满江说完 一脸期待地看向马九峰 然而迎来的却是马九峰迎面一大口唾沫 我呸 还我觉得咋样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想的什么 不就是看上我这养元酒的生意了吗 你还真是做梦 告诉你 这养元酒是我陈老弟给我做的 你休想参与 你就老老实实地做你的壮扬一哥去吧 哈哈哈哈 听到马九峰的嘲讽 罗满江一阵苦涩 老马头这酒厂生意还没做起来呢 就开始看不起自己了 这以后要真让他把生意做大了 自己岂不是更抬不起头了 东哥罗满江一脸苦逼地看向陈东 想要求得陈东的帮忙 陈东重重地拍了拍罗满江的肩膀 与众心肠地道 小罗 你相信光吗 哎 罗满江不明所以 陈东接着说道 人们常说 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我相信 这壮羊药 呸 这回羊丹 就是最适合你这块金子的地方 回羊丹 就是你人生的 光 这鸡汤来的 还真是让人 错不及防啊 一想到自己后半辈子 都可能要顶着壮羊一哥的名头 照亮怀城 照亮全国 甚至照亮世界 罗满江就有种痛病快乐着的纠结感 看到罗满江这副苦逼样子 陈东也是哭笑不得 同时也暗自发誓自己研发回羊丹的事情 绝对不能被任何人知道 要不然 这壮羊一哥的头衔 可就要落到自己头上了 这口锅 还是由罗满江背着比较好 呜哈哈哈哈 正当三人讨论着这些的时候 碰 诊室的房门再次被人从外面踹开 马九峰跟罗满江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看来睁不开眼的 还真是多呀 刚刚才送走了一个 没想到又来了一个 尤其是罗满江 现在正憋了一肚子火没触发 听到又有人来找自家东哥麻烦 顿时暴怒 草他妈谁呀 不会敲门吗 罗满江不管三七二十一 戳着门口就是一通怒吼 只是下一刻 当罗满江看清面前来人的长相时 整个人顿时如遭雷击 愣在原地 不只是罗满江 就连旁边的马九峰 面色也是陡然肃穆了起来 看他们俩人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凶神恶煞的火焰罗 可事实上 站在他们面前的 却不过只是一个身穿JT制服 长相甜美的小萝莉 缝缝缝 罗满江心惊胆战 支支吾吾了半天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缝琴一个脑瓜崩 直接弹在了罗满江满是戒巴的大脑门上 缝什么缝 再敢乱说话 信不信我缝上你的嘴呀 罗满江捂着脑门子 不敢说话 就连马九峰也是 吓得连连后退 唯恐缝琴会对自己下手一半 看到这一幕 沉冬不由的一阵恶然 不是吧 怀城地面上 人见人怕的血罗汗罗满江 被弹了的脑瓜崩 连个屁都不敢放 就连马九峰也是对其退避三射 避之唯恐不及 这个小丫头 到底是什么赖头 缝琴也是懒得跟马九峰罗满江废话 老七横丘地道 你们还处在这干嘛 要是看病的话就赶紧看 不看病就赶紧走 别耽误我跟我老公谈情说 哎 老 老公 马九峰罗满江俩人看向陈东的目光里 顿时像是见了鬼一样 先是让公家大小节下跪低头 现在连冯家大小节也称其为老公 什么叫成功人士 什么叫人生赢家 这就是啊 那 那你们先忙 我们就先告辞了 旁人不知道 这位冯大小节的厉害 马九峰跟罗满江 可是清楚得很 这小姑娘看上去跟个小学生一样 娇小可人 可完全就是一个小魔女 他们怕她 简直比怕公寓真还要慎 此刻 二个社会大佬再也不敢久留 带着各自的手下 陶冶似的跑出了诊室 等到所有人离开 冯情儿一张嚣张的萝莉脸上 这才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咱们又见面了 老公 说着 冯情儿纵身一跃 竟是一屁股 直接坐在了陈冬面前的办公桌上 JK白褶短裙下 一双雪白的眉腿更是近在眼见 晃得陈冬一阵眼花 陈冬很意外 这个女生竟然能找到这里来 好奇到 妹子 你找我有事吗 当然有事了 什么事 结婚啊 你 找我结婚 陈冬有些不敢相信 冯情儿点头 认真地道 没错呀 要不然你以为我这一口一个老公的 是白叫的吗 陈冬一阵无语 才刚跟自己见了一面而已 这个小丫头竟然就嚷嚷着要跟自己结婚 现在的小姑娘都这么大胆的吗 小姑娘 你还是回去洗洗睡吧 你太小了 我是不可能跟你这么小的姑娘结婚的 这丫头是在调戏自己吗 自己堂堂龙帅 竟然被一个小学生给调戏了 这也太没面子了吧 小姑娘 你别误会 冯情儿叹了口气 那好吧 结婚的事儿 咱们可以先往后放一放 那你现在就先教我开车吧 开车 冯情儿点头 没错 我也想像你一样 成为一代车神 车神 陈冬苦笑不已 姑娘 我看你还是找别人吧 我那天就胡乱开胎而已 我可不是什么车神 冯情儿撇了撇嘴 胡乱开胎 就能把身为职业车手的夜去打败 大叔 你可真低调 陈冬苦笑不得 妹子 你就饶了我吧 我就只是一个医生而已 真教不了你什么 而且 我现在还在上班啊 冯情儿却是不依不饶 上班 那刚刚好啊 正好我最近两个月 大姨妈有点不太正常 要不你帮我检查检查 检查是在那里面的隔间里做是吧 冯情儿二话不说 直接走了过去 然后面不改色 心不跳地掀起了自己JK的裙摆 就要开始为陈冬接下来的检查做准备 看到这一幕 陈冬整个人都傻了 喂 你这是干嘛呀 冯情儿一脸的理所当然 还能干嘛 当然是要请你帮我做检查了 反正交开 车嘛 在哪里交都一样的 陈冬简直无言以对 一言不合就提诉 现在的小姑娘都这么奔放了吗 惹不起惹不起 好 我交 我交你还不行吗 陈冬赶忙认怂求饶 听到这话 冯情儿顿时高兴的一蹦三尺高 事实上 刚才申请检查那一招 还是闺蜜何欠帮他想出来的 冯情儿之前就有些担心会被拒绝 所以就让何欠帮他支招 于是 没有任何恋爱经验的何欠 便依照道听途说的那些言情动作片里的情节 帮冯情儿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刚刚冯情儿可是下了好大的决心 才敢在陈冬面前做出那般豪放的行为的 冯情儿刚才表面看上去轻松 心里却是别提有多紧张了 毕竟 要是陈冬没有及时答应的话 那他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 难不成 还真要让陈医生帮他检查一下身体吗 但是想想 冯情儿就觉得很难为情 老公 你真是太好了 我好爱你呀 冯情儿激动不已 像是一只活泼的兔子一样 在陈冬面前活蹦乱跳 连同着他身前那对足以语 潘春梅叫板的傲然 也是跟着他一阵跳动 晃得陈冬一阵眼花 让我教你飙车可以 不过你以后可千万别喊我老公了 我怕被人误会 陈冬事先声明 不喊你老公 那我喊你什么 喊你大叔 陈冬想了想 道 既然你让我教你飙车 那要不你就喊我师父好了 师父 冯情儿不由的眼前一亮 坏笑着道 原来 你喜欢的诗诗 声炼这种调调啊 好羞涩 不过我喜欢 陈冬彻底无语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现在的小姑娘 脑袋里整天到底装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算了 你还是喊我大叔吧 陈冬无奈地道 这个称呼 虽然容易把人喊老了 可至少不犯法 下班后 陈冬便按照之前的约定 决定交冯情儿飙车 走出门诊大楼 并看到一辆崭新的法拉利超跑停在了门前 引来了不少人围观拍照 毕竟 在淮城这种小现场 超跑这种东西 还是很少见的 车窗落下 冯情儿笑着朝陈冬招手 大叔 上车 看着面前的乡车美人 陈冬略感惊讶 之前那辆兰博基尼才刚撞回 现在转眼就买了一辆崭新的法拉利 这个冯情儿 还真不是一般人啊 如此排面 在这淮城 陈冬唯一能够想到的 也就只有那一架了 伴随着一阵引擎的轰鸣声 法拉利超跑离开永康医院 直接驶上了公路 朝着陈冬的方向而去 车厢里弥漫着淡淡的香水气息 让整个车厢如同少女的闺房 驾驶位上 一身JK制服的冯情儿 认真地驾驶着汽车 不得不说 冯情儿虽然长了一张童颜 身材却是足以让无数的女人眼红 白者裙下一双笔直细长的美腿 完全就是无数少女梦寐以求的漫画腿 身姿笔直肩 腰臀的曲线 也是被勾勒的优美动人 如此惹火的身材 足以让无数男人心动 说实话 但是看着身材的话 陈冬也觉得很不错 只是在一看冯情儿那张小学生一般的面容 陈冬却是不敢多想 这该死的正义感啊 转眼间 法拉利已经开出了县城 竟是朝着东郊的方向继续开去 陈冬有些意外 你不是说要去学车吗 我怎么不记得 这边有可以练车的地方啊 冯情儿得意一笑 神秘地道 当然有 等会儿到了 你就知道了 冯情儿说的信心满满 陈冬也是懒得多管 可就在这时 陈冬却是忽然感受到了什么 瞳孔陡然一缩 目光直直地看向面前的冯情儿 正在开车的冯情儿 察觉到陈冬炽热的目光 翘脸之上 顿时露出一抹红韵 略显羞涩地道 老公 你 你这样盯着人家干嘛 人家会不好意思的 此时的冯情儿 心中那叫一个得意 之前在医院的时候 还说对自己没感觉的 结果现在 就这样盯着人家看 企图用眼神强 兼人家 男人 对于自己这种童言俱傲儿的女生 果然都是有那种特别癖好的 只是 还没等冯情儿得意起来 去听陈冬冷声道 别乱动 你脸上 有东西 有东西 冯情愣了下 随即得意一笑 我知道了 你接下来是不是要说 我脸上有点可爱啊 大叔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那种土味情话 早就过时了 冯情儿自认为 已经看清了陈冬的意图 只是 陈冬却依旧是面色凝重 看不出丝毫开玩笑的迹象 不是 我是认真的 你的脸上 有煞 傻 傻 冯情儿傻傻分不清楚 陈冬却是目光如炬 死死地盯着冯情儿的面容 事实上 陈冬这次的确不是在跟冯情儿开玩笑 他此刻能够清楚地看到 在冯情儿的印堂处 此刻正萦绕着一团黑气 这是厄运将至的征兆 陈冬再次凝聚黄金龙铜的力量 想要对这股厄运进行剖析 以躲避灾火 在黄金龙铜的注视下 陈冬一眼就看到 在这一团黑色的煞气之下 竟然还隐藏着一团深蓝色的气息 橡树的等级分为很多种 一般的相尸只能向面 无法相气 再往上一层的相尸 虽可相气 却无法相运 也就只有陈冬这种 开启黄金龙铜之人 才能看到 隐藏在气息之下的运气 也就是厄运或者幸运的运气来源 而这蓝色的气息 五行属水 也就是说 冯晴儿这即将到来的厄运 乃是跟谁有关 水煞 水 哪里会有水 陈冬不解 冯晴儿一头雾水 什么水啊 大叔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陈冬没有理会 开始四处环顾 想要寻找跟谁有关的东西 下一刻 当陈冬看向前方时 整个人顿时愣住 只见前方不远处的视野下方 赫然正是一个巨大的水面 这里便是淮城唯一 也是最大的水库 水煞 这里便是冯晴儿的水煞源头 停车 快停车 陈冬惊呼 什么 冯晴儿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说 不想死的话 赶紧停车呀 陈冬怒吼 冯晴儿被陈冬这过激的反应 吓了一跳 尽管他还不清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他还是听从了陈冬的命令 立刻踩下了刹车 然而 就在冯晴儿踩下刹车的一刻 砰登 车厢里隐隐传来了一声 金属断裂的声音 冯晴儿一颗心 顿时沉到了谷底 不好 刹车 失灵了 沉冬皱眉 果然 厄运 真的临头了 他第一时间便拉动了手刹 然而 同样也是 没有任何效果 冯晴儿被这突如其来的 遭遇彻底下到了 他开车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冯晴儿急得不行 浑身瞬间被冷汗尽湿 他再次尝试 反复地踩下刹车 然而依旧是没有任何作用 法拉利车速不减反增 就连方向盘也失去了控制 紧接着 法拉利就像是自己突然有了生命一样 竟是静止地朝着面前的水库而去 碰 路边的栅栏被急速行驶的法拉利直接撞断 法拉利如同一头一跃而起的猛虎一般 朝着下方巨大的水库直接俯冲而去 不要啊 我不会游泳 我不想死啊 呜呜 冯晴儿魂都快下丢了 顿时哭了出来 不会游泳的他 对于水充满了恐惧 陈东却是面色沉稳 听我的口令 三 二 一 吸气 此时的冯晴儿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敢忙如陈东要求的 在车子落水前 猛吸了一口气 下一瞬 哗啦 法拉利如同一只利剑一般 一头扎入到了水中 法拉利的车窗是半开着的 冰凉的湖水瞬间便涌入到了车厢之中 冯晴儿与陈东的身体 几乎瞬间便被湖水吞没 巨大的恐惧感 瞬间便传遍了冯晴儿的全身 在冯晴儿很小的时候 他就曾经掉入过一次水中 甚至差点溺亡 这就导致冯晴儿长大之后 对于水还一直有着天然的恐惧 他从来不敢去游泳馆 连海边都不敢去 就是为了求一个心安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时隔多年 这种恐惧还是再次降明 他目光惊恐地看向一旁的陈东 眼前这个男人是他唯一的希望 大叔 救我冯晴儿在心中呐喊 陈东自然也读懂了冯晴儿眼中的求救 事实上 不用冯晴儿说 陈东也已经做好了要救人的准备 陈东冲到了冯晴儿身边 就准备替他解胎安全带 可却发现 冯晴儿安全带的扣子竟然也出现了问题 死死地卡着锁扣 根本就解不开 冯晴儿整个人 竟是被原本用来保障安全的安全带 给生生地绑在了座位上 说实话 从在冯晴儿的印堂上看到厄运开始 陈东就已经觉得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先是刹车失灵 手刹失效 然后连方向盘都不听实话 到了此刻 连这种安全带的锁扣 都被死死地锁住 这一切都未免也太过离奇 太过蹊跷 陈东才不相信 世界上有这要巧的事 原本好好的一辆车 突然之间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这一切的问题 让陈东感觉 冥冥之中 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 在掌控着一切一样 冯晴儿今天的厄运 并不是什么天意 也不是什么巧合 倒更像是一种人为 不过此刻 陈东也顾不得去想这些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要尽快将冯晴儿解救出来才行 陈东原本是打算以蛮力将安全带生生拽断的 可是了两次之后 还是失败了 这也难怪 安全带的韧性 本就超乎想象 普通汽车安全带的最大承重 就高达5000公斤 更不要说 冯晴儿开的还是法拉利这种超级跑车 安全带的承重等级只会更高 再加上 现在还是在水中 本身就很难发挥权力 这种情况下 即便是陈东 想要依靠蛮力将安全带拽断 也是很难办到的 这一刻 陈东甚至都已经感受到了某种恶意 如果说 冯晴儿此次整个车祸的过程 是人为原因的话 那么根据冯晴儿此刻的遭遇来看 那个对冯晴儿下手的人 很明显是要将冯晴儿置于死地的 可以想见 如果今天陈东不在 那冯晴儿绝对必死无疑 可既然陈东今天在这里 那就绝对不会让坏人如愿 眼看着陈东的解救失利 冯晴儿脸上的恐惧更甚 眼泪流出 与冰冷的湖水融为一体 这一刻 冯晴儿只感觉 距离死亡 只有一不知遥了 看着冯晴儿恐惧的表情 陈东赶忙镇定了心神 他随即将一股真气 凝聚在手掌之上 下一刻 陈东一记手刀划过 曾 坚韧的安全带 瞬间便被陈东的手刀斩断 冯晴儿终于脱困 从驾驶位上漂浮起来 可接下来 他们再次面临新的难题 车门同样被锁 根本无法打开 如果是在地面上 冯晴儿此刻必定已经嚎啕大哭了 此刻也就只能用恐惧的眼神看向陈东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陈东身上 陈东示意冯晴儿退后 随即 陈东心念一动 So 一道金光闪过 旋铁片从陈东腰间飞出 静止朝着面前的挡风玻璃 飞射而去 碰 挡风玻璃在被旋铁片击中的瞬间 瞬间呈放射状碎裂开来 陈东双手扒住钢化玻璃的裂缝 猛然发力 咔哒咔哒 一整面挡风玻璃 竟是被陈东生生撕裂开来 陈东心中大喜 做事就要带着冯晴儿逃出升天 可这时 他却发现 身后的冯晴儿竟是已经翻起了白眼 意识不清 显然是快要不行了 陈东心中一惊 赶忙冲了上去 将他抱在怀中 咕噜噜 冯晴儿口中不断地吐着气泡 湖水已经开始往他的口中倒灌 这丫头 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陈东再没有丝毫犹豫 一把拦住了冯晴儿的腰身 将他拖出车厢后 以最快的速度便朝着水面游去 十秒钟后 伴随着哗啦一声巨响 陈东终于将冯晴儿带出水面 将他拖上了岸 冯晴儿 你怎么样 快醒醒 陈东用力地摇晃呼喊 可冯晴儿依旧是没有任何反应 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 陈东快速地替冯晴儿把了一下脉 此时的冯晴儿虽然还有气息 可气息已经很虚弱 若是再不施以急救的话 必死无疑 陈东顾不得多想 直接开始给冯晴儿进行人工呼吸 并且配合心肺复苏 经过了陈东两三分钟的急救之后 嗨嗨咳 冯晴儿口中咳出了几口湖水 终于重新醒来 陈东这才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大叔 我好怕呀 我刚才都看到牛头马面了 他们说要带我走呢 我还以为我真的要死了呢 吓死我了 呜呜 冯晴儿鱼记未消 抱着陈东 便大哭了起来 陈东赶忙宽慰 好了好了 放心吧 已经没事了 呜呜呜 大叔 冯晴儿仍旧是抱着陈东哭个不停 陈东无奈 只能像是哄孩子一样 一边轻拍着冯晴儿的后背 一边轻声安慰 就这样 一直过了十几分钟 冯晴儿的情绪 才终于是平复下来 大叔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会知道 我要出事啊 还有 我的汽车 到底怎么回事啊 头脑清醒之后 无数的疑问浮现在冯晴儿的脑中 开始不断追问 这个 关于人为一说 迄今为止 也只是陈东的猜测 并没有实际的证据 如果就这样贸然说出来 非但起不到任何作用 反而只会给冯晴儿带来恐慌 思来想去 陈东最后只是说道 说来话长 如果可以的话 你能能找人把这辆法拉利 从水里打捞出来 或许对调查整个事件会有帮助 冯晴儿点头 冯晴儿点头 当然可以 我现在就打电话 让人捞车 顺便来接我们 说着 冯晴儿便从裙子的口袋里摸出了手机 出人意料的 手机在泡了水之后 竟然依旧能照常使用 不得不说 国产机 就是牛 冯晴儿很快拨通了电话 把自己的遭遇 大概地讲了一下 大叔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他们等一下就会来接我们 陈东点头 那好 那咱们去路边等吧 陈东刚要走 身后的冯晴儿 却是有些犹豫了 怎么了 陈东疑惑 冯晴儿低头看了眼自己 略显尴尬 你看我这 陈东不明所以 低头看了一眼 顿时眉头一挑 此时的冯晴儿 全身都已经被湖水浸湿 听到这话 陈东尴尬地道 放心吧 我有办法 说吧 陈东便将自己的衬衣脱掉 给冯晴儿披在了身上 随后 冯晴儿的目光 便不自觉地落在了陈东身上 顿时就被眼前的景象 给惊讶到了 此时的陈东光着上身 身上的肌肉紧绷 尤其是两块胸大肌 结实得如同两块钢板一般 小腹上的八块腹肌 更是清晰可见 整个人放眼看去 给人一种力量感 极具视觉冲击力 冯晴儿一时间都有些看呆了 这么结实的肌肉 他之前也就在电视上看到过 现实中还是第一次见 大叔 没想到你看上去普普通通 身材竟然这么好啊 冯晴儿一边说着 一边忍不住地伸手去摸 喂 你不要乱摸呀 男女瘦瘦不亲 你不知道吗 陈东则被道 冯晴儿却是不以为然 都什么年代了 你怎么还这么封建啊 再说了 你不是我老公吗 我摸一下很正常吧 你放心 真摸出什么问题 我会负责的 陈东一阵无语 负责 你拿什么负责呀 陈东也懒得跟冯晴儿废话 带着他便来到了路边等候 这里虽然已经出了县城 快到郊外 可往来的车辆还是不少的 陈东也就算了 老爷们儿一个 站在路边抽着烟 再帅的姿势也没人看 可冯晴儿就不一样了 他浑身湿漉漉的 长发披肩 浑身上下只穿了一件硕大的男士衬衣 只片刻功夫 在陈东跟冯晴儿的周围 便停了七八辆车 这些车子看上去像是停下来休息 或者是远眺不远处的水库景观 可实际上 他们的目光 却都是不自觉地落在了冯晴儿的身上 没办法 如此长相一流 身材极品的大美女 他们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 自然是要一次性看得够版了 甚至 一辆宝马车 干脆直接停在了冯晴儿的面前 车窗降下来 车厢里几个男人 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 目光落在冯晴儿的身上 脸上全都是不怀好意的笑容 美女 去哪呀 要不要我们 伤你一成啊 为首的一个墨镜男 一脸坏笑地道 逢晴儿也不拒绝 点头道 可以呀 那能不能把我老公一起烧上啊 老公 墨镜男略感意外 把墨镜扒拉下来一半 从墨镜上方打亮了陈冬一番 顿时一阵不屑 小美女 你这身材不错 眼光却是不怎么样啊 竟然找了这么一个屌丝当老公 真的是白瞎了 你这么好的条件了 车里其他几个人 也跟着附和起来 就是 你这老公一看就是一副窝囊样子 能有什么大出息 小美女 你不如跟着搁几个过吧 搁几个保证让你每天吃香喝辣 几个人轰然大笑 笑容里满是猥琐 听到这几个人不堪入耳的话 冯晴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她身为冯家大小姐 走到哪里 所有人都对她毕恭毕敬的 没想到今天竟然被几个小混混调戏 这也太没面子了 陈冬看到眼前这一幕 也是有些幸灾乐祸 这幸灾乐祸 自然不是对冯晴 而是对那宝马车里的几个傻瓜 连马九风罗满江见了 都要恭敬以待的风情 这几个人却敢公然调戏 还真的是不知死活呀 兄弟们 我劝你们 还是赶紧给她道个歉 然后趁早滚蛋 要不然 我保证你们肯定会后悔的 陈冬一边慢条斯理的抽着烟 一边好心提醒道 墨静男他们却是吃之以鼻 草 老子们跟小美女说话 闻得到你插嘴吗 就是 还说让我们后悔 你他妈算了什么东西 也敢威胁我们 奶良快得老子们哪待着去 陈冬苦笑摇头 还真是 天作孽有可树 自作孽不可活呀 看到墨静男他们连陈冬都敢欺负 逢情儿越发不悦起来 冷声喝道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对我老公无礼 你们问过我的意见吗 墨静男他们一脸嬉笑 小美女 你还能有啥意见啊 我们这是在帮你呀 是啊 就这种一无是处的穷小子 你跟着他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早点跟他分手 投入我们的怀抱 那才是你最正确的选择呀 冯奇儿对于墨静男 他们诋毁陈冬很是不爽 一无是处 是谁告诉你我老公一无是处的 我老公的本事 大到你想都想不到 真是狗眼看人低 墨静男他们 被冯奇儿臭骂一顿 却是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小美女 这哪是我们狗眼看人低 这不是明摆着呢嘛 就看他大热天的 让你陪着他在这里等车 连辆车都买不起 难道还不够失败吗 说着 墨静男拍了拍自己的车门 嘚瑟道 小子 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宝马 知道多少钱吗 我看你也没必要知道了 因为你一辈子也不可能买得起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墨静男 以及宝马车里的几个男人 肆无忌惮地大笑 显然是压根就没把陈东放在眼里 主要是他们看到眼前这种穷小子 都能找到这么童年俱二的亮妞当女朋友 这让他们很不舒服 自然是要趁机贬损一番 寻求一下心理平衡 不只是墨静男他们 就连旁边围观的那些男人们也早就心里不平衡了 在他们看来 自己与陈东相比一点也不差 可这种长相甜美 身材极品的妹子 怎么就轮不到他们头上呢 确实够气人的 被墨静男他们当众贬损 陈东也不生气 因为他很清楚 有冯琴儿在这里 根本就轮不到他出手教训 墨静男他们现在有多嘚瑟 等会儿就会有多后悔 陈东自然也是乐见其成 果然 听到墨静男他们变本加厉地羞辱陈东 逢琴儿气得快要暴走 刚好这时他看到不远处的景象 嘴角顿时露出一抹得意的冷笑 谁告诉你我老公连车都买不起的 你看 我们家的车 这不是来了吗 墨静男他们不明所以 纷纷转头看去 下一刻 当他们看到不远处的景象时 顿时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后方的道路上 十几辆黑色轿车排成一列 如同一条黑色长龙一般 朝着他们这边缓缓驶来 放眼看去 竟然清一色全部都是麦巴赫 劳斯莱斯级别的顶级豪车 这么多顶级豪车同时出现 所带来的视觉冲击绝对是十分震撼的 墨静男他们都是有些傻眼 这些顶级豪车是眼前这个穷小子他们家的 开玩笑的吧 然而很快他们的猜测就得到了验证 十几辆豪车排成一列 稳稳地在陈东跟冯奇儿面前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 二三十号身穿黑色西装的保安 同时走了下来 气势逼人 最前面一辆定制款麦巴赫里 一个穿着得体的中年男人 着急忙慌地跑下车来 这人便是冯家的管家冯斌 大小姐您怎么样没事吧 冯斌满头大汗的跑到冯奇儿跟前 脸上满是惶恐之色 刚才他在电话里听说冯奇儿落水的消息 吓得活都快丢了 因为他很清楚 自家大小姐平生最怕的就是水了 现在竟然落入水中 这简直是天大的事啊 于是冯斌二话不说 带着一大群人马便赶了过来 唯恐冯奇儿会出什么事 要不然 只怕他这个管家也要跟着倒霉了 冯奇儿大手一挥 随口道 放心吧 有我老公在 我能有什么事 老公 冯斌愕然 看向陈东的目光里 满是不可思议 冯奇儿却是魂不在意 指着陈东道 还愣着干嘛 还不快喊姑爷 冯斌愣了下 赶忙朝着陈东鞠了一躬 老老实实地喊了一声 见过姑爷 冯奇儿的脾气 他们是知道的 在冯家 简直就是混世魔王一般的存在 别说他让自己喊姑爷 就算让自己喊爸爸 冯斌也不敢有丝毫忤逆啊 见过姑爷 身后那些冯家保镖 也都是跟着朝陈东行礼 看着眼前这一幕 陈东简直哭笑不得 这冯奇儿 还真是能折腾 什么就成姑爷了 而那宝马车里的墨镜男 他们 此刻早就已经愣在原地 一个个惊得下巴都 快要掉在了地上 竟然是真的 这一列豪车车队 竟然真的是来接眼前这两个人的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眼前这对男女的身份 绝不一半 他们这些人傻兮兮的 竟然还敢跑过去 调戏人家小姑娘 这真他妈是老鼠舔猫 没事找刺激了 二话不说 墨镜男松开手杀 做事就要逃离现场 这个时候还不跑 难道要留下来过年吗 只可惜 冯奇儿怎么可能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不等墨镜男发动车子 冯奇儿纵身一跃 直接跳到了宝马车的引擎盖上 吓得墨镜男赶忙停车 美 美女 咱有话好好说 可不带这么玩的 你这拿脚直接踩在我们引擎盖上 这 这得多危险啊 墨镜男原本还想说 冯奇儿踩坏了他的爱车的 可以想到对方这么多人 临时就改了口 冯奇儿冷哼一声 危险 你说的没错 你这车是够危险的 说着 冯奇儿冲着冯斌大手一挥 来 把这车给我扔水库里去 姑奶奶 我看了就烦 墨镜男他们顿时傻了眼 这小美女 要把他们的车扔水库里去 这 开玩笑的吧 不只是他们 就连周围那些围观的人 也都觉得冯奇儿在开玩笑 毕竟 这个命令 未免也太过荒唐了点 然而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面对冯奇儿如此荒唐的命令 冯斌却是没有丝毫犹豫 只见他大手一挥 轻描淡写地道 大小节的话都听到了吧 还不赶紧让这辆破车 从大小节眼前消失 欲之后是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 感谢观看